科施力呢是一個因為地球自轉產生的偏向力 它是一個假想力 它是一個假想力 這個力不存在 因為這個人不知道地球會轉 他以為地球沒有在動 因此他就必須要想像出一個力量 來解釋為什麼會偏 他就說有個科施力 但是如果你知道地球會轉 就不需要這個自然就會偏 自然就會偏 偏的結果是怎麼樣 北半球向右 南半球怎樣 向左 為什麼 是因為地球在怎樣 自轉產關係 因為地球自轉產關係 會使得運動北半球向右偏偏 什麼叫向右 前進的右邊 你看著我 我舉我的右手 我舉我的右手 我現在往這裡走 我就越來越偏向右邊 如果我往這裡走 就越來越偏向這邊 對 向右 右是指前進的右邊 右是指前進的右邊 這個發現是人類發明長城火炮以後 人類發明長城火炮以後 瞄準 發射 打到旁邊去 表示我沒有瞄好 我沒有瞄準 錯了 我重新瞄 重新校正 確定我瞄得很準 打到旁邊去 為什麼瞄得很準 打到旁邊去 他就說 他就說 因為了上帝有一個神奇的力量 會使他爆彈向右邊偏 所以他就想到歪到旁邊去 北半球會向右邊偏 好 這裡有一個 這裡開外 這裡有一個牌子 他當會會旋轉 他一開始的時候是沒有旋轉 他一開始的時候沒有旋轉 就正常丟過來 他會丟球 他會丟球 沒有旋轉 就沒有可視力 就丟外就接到很正常 然後他會開始旋轉之後 他就有摳克視力 他球就會偏掉 然後他有第一個 他的鏡頭有放在不同的地方去拍 第二個 他有的時候時鐘轉 有的時候逆時鐘轉 北極現在看什麼時鐘 逆時鐘 所以他如果是逆時鐘轉 就會跟北半球一樣 會向右邊偏 時鐘轉就會向什麼 左邊偏 左邊偏 現在沒有動 就很正常 丟過來接到 OK 我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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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 他待會兒有個對著人拍人 你就知道他那個現在是把他從上面往下拍 從上面往下拍 他待會兒對著人拍的 你看到那個人是直著丟出去的 直著丟出去 他直接球會跑掉 他待會兒有個線 他其實走的是直線 他走的其實直線 是因為人不見 所以就偏掉 聽懂看懂的意思嗎 所以我講科士律假想力 因為他以為地球不動 所以他必要假想的力量 反正他就知道他就不用這個力量 你現在看起來地勢逆時鐘 所以他地勢順時鐘 表示人勢逆時鐘 所以他北半球向右邊偏 現在對著人拍 你看到他人是直著丟球的 人是直著丟球的 可是球不見了 跑掉了 直直著丟 可是球不見了 他現在換個方向跑 他現在換個方向跑 結果一樣 外面的警務現在是逆時鐘 可是人是順時鐘 所以向左邊偏 來自行 在你拿個方向我 我去一球 你怎麼會 這個你不用管 這是因為他現在動得很慢 科士律跟運動會慢有關 他動得很慢 所以科士律很小 所以就讓他接得到 沒有歪的很多 所以抓得到 這個是國中不重要 不用理他 那手都不會贏 收了錢手都不會贏 後面有聲音 有聲音的NG鏡頭 之後有聲音 有聲音是NG鏡頭 對 比誰 好 好 警告啊 好了 他這個就是在告訴你 剛剛的北半球會向右邊偏 因為地球滋潭的關係 OK 好 這個叫做北往南 沒有科斯力 直直的走 有科斯力 前進的右邊 歪掉 前進的右方 由西往東 沒有科斯力 直直的飛過去 有科斯力 北半球會向右邊偏 這是我做的一個動畫 要來幫你解釋 為什麼會北半球向右邊偏 這個動畫有一些缺點他來告訴你 但是他可以大致上幫你理解怎麼一回事 地球會自轉 四大一天轉一圈 高尾度的地方也是一天轉一圈 可是赤道比較大圈 高尾度比較 小圈 所以限速度 赤道跑得比較快 再跑得比較慢 藍色是在赤道 紅色是在北半球 赤道跑得比較快 紅色跑得比較慢 如果現在兩個都不會動 碰打我就打到沒問題 等一下會動一個快一個慢 然後呢我發射出去之後 藍色子彈保持慣性 一樣是快 所以就打到了紅色的這邊 我瞄準著紅色 就打到旁邊去 哪一邊 右邊去 所以表示我向哪邊偏 右邊偏 向右邊偏 就是用動畫幫你解釋 為什麼 北半球會向右 這個動畫有一些缺點 這個動畫沒有辦法告訴你 磕勢力 一定會跟前進方向垂直 這個動畫 很難跟你解釋 為什麼磕勢力在 赤道最小 南北極 最大 這個動畫也很難解釋 為什麼 東西向的運動也會有 磕勢力的影響 但是它大致上可以讓你了解 為什麼南北的運動會向右邊偏 所以呢 我們有三個因素 會影響風 第一個就是氣壓踢度力 如果我只有受氣壓踢度力 那麼根據李化老師教過的 壓力要跟什麼 接觸面 垂直 對不對 所以 風就會垂直 等壓線 所以如果我只受 科勢力的影響 如果我只受科勢力的影響 我的風就會垂直等壓線 如果我受兩個力的影響 氣壓踢度力跟科勢力 那麼我最後就會平行等壓線 這個風叫做地轉風 為什麼 因為 氣壓踢度力 因為氣壓踢度力 是垂直等壓 因為氣壓踢度力是垂直等壓線 因為氣壓踢度力是垂直等壓線 科勢力呢 會垂直運動方向 所以當你是平行等壓線的時候 兩個就會怎麼樣 大小 相同 方向 相反 作用在一條直線上就會平衡 保持到不變 所以呢 如果我只受兩個力 那麼最後 我的風向就會如何 垂直 對不起 平行等壓線 這種風我們稱之為 地轉風 地面不會有 因為地面一定會有 摩擦力 天上才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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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受三個力的影響 剛講過了 這邊這樣 三個力變成這樣 我要你這裡劃幾度 我要你 我要你這一邊劃幾度 我要你這邊劃30度 OK 我講過這邊多大不一定 跟摩擦力有關 但是你不用管 你就說我劃30度對 就劃30度 OK 好 三個力的影響就變成像這樣 那我跟你講三個力 哪三個力 三力乘平肯變成那樣 哪三個力 磨砂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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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氣壓低度力 磨砂力 OK 如果我只受氣壓低度力影響 這個紅色箭頭風向垂直等壓線 這個只受氣壓低度力 紅色箭頭 紅色箭頭就是所謂的氣壓低度力 如果我受兩個力 氣壓低度力跟科斯力 科斯力一定跟運動方向垂直 所以藍色箭頭一直拉一直拉 一直拉 讓它轉動 磨砂 藍色箭頭科斯力讓它轉轉轉轉轉轉轉到什麼時候平衡 平行 等壓線 這樣兩個力就會大小相同方向 相反 達到平衡 這個風叫做地轉風 我們需要考試考過 我們需要考試考過 那如果三個力的影響呢 那 氣壓低度力 一定垂直等壓線 科斯力一定垂直運動方向 摩擦力一定跟運動方向相反 這邊這樣子 三個力 拉轉拉轉拉轉 最後 打到一個平衡 通常就不變 我說那個角度叫我要你畫30度 可是那個角度主要是跟 摩擦力大概有關係 可以嗎 OK 這就是 告訴你 有一個例叫做科斯力 會使北半球運動向右變偏 一個風向受三個因素的影響 氣壓低度力 科斯力跟摩擦力 這會跟 肥阿線成一個假角 就是這樣OK